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 民进党征召的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 今天在前行政院长 新北市长参选人苏真昌 来到新竹三百博览会组会做事连线的针坚定方向时 送给每个县市长参选人一款民进党特调香水的电火球板 不仅采用新竹玻璃以电火球灯泡造型装置 更添加每个人的特色 期许发挥电火球功效 年底打赢选战 一起为台湾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十年前就取得国际条相识征召的郑朝芳 拥有多元学习能力 她在担任民进党客家部主任时 就曾为民进党特调香水 甚至以总统蔡英文喜爱的枝子花调至蔡英文版香水 此次获民进党征召参选新竹县长 她以最年轻的参选人身份 展现亲民实力 也发挥她所长 得知新北市长参选人苏真昌 要来新竹组会做事连线的针坚定方向组合 她前晚花好几个小时制成民进党特调香水的电火球板 还以新竹玻璃制成电火球灯泡造型调至香水 送给每个参选人 郑朝方说这款电火球板香水的基地是以民进党特调香水为主 前卫融合闽南族群的稻米香 客家人的橘子和原住民的马告 新住民越南的柠檬香茅和1949年后卷村竹篱外的竹子调味 而中卫是使用玉兰花 椰菊 野百合和枝子花为主 后卫则是以台湾的土地所产的桂木 清茶和海洋为主 还有绿茶海洋味 郑朝方说 很多人认为她会有富植被的包袱 更被冠上正二代标签 但其实她与父亲那辈刚好是世代的对类 她拥有的是新思维 能与新世代对话 也相信新竹县是该改变的时候了 七续电火球板的香水 能在竹竹苗及新北市旗开得胜 电量在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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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